暂时海戏第102集 花叶瓶 你使用不了的 小子 技能还挺多 可惜伤害力低了些 你很了不起 区区七十载级的神 竟敢打二娜有他极的力 花曼随风飘落范围 粒粒六层 光束阵 粒粒一层 闪电一击 小子 你的勇敢 让我现在有一点精力不快 精力不快 今天我还是一定要带走的 任何神 都阻挡不了 我带走花曼水瓶 呦呦呦 看不出来 你这小子 还是一名福尸 福尸又怎么了 我从来不把福尸放在眼里 被我打陨落的福尸 都数不清了 精神 我今天一定会带走花曼水瓶 粒粒三十五层 善光束 精神 不好意思 你很不走运 今天 你遇到我 算你倒霉 今天注定你会陨落 2000亿我没有 但是你又 我只要把你打陨落了 你的精灵门门派就是我的了 精灵门门派是黄金和钻石剑道 我可以把精灵门 拆了卖钱 有了钱 我就可以结绑神器储物带了 你这小子 听说是神器收藏家 我只要把你打陨落了 你身上的神器都是我的了 哈哈哈 二纳由他势力尊 果然厉害 对了 我告诉你 我不仅是神 我还是力 二十斧青剑 打碎范围 无数踩旋窝范围 粒粒七层 瞬间转移 粒粒三十六层 粒粒划刀 一刀破身 十彩环绕剂 六级斩 斩碎所有护盾 精神力 八十七段 梯形光束闪光 就算你结绑了神器储物带 花叶瓶 你也使用不了 好家伙 没有想到 你竟然是力 看样子 我要认真对待这场战斗了 花叶空间范围 火花空间 为什么使用不了 快说 因为花叶瓶已经滴血认主了 神器一旦滴血认主 神器只有主神才能使用 任何神都使用不了 哈哈哈哈 笑死了 书看的少 就要多看书 你没有知识文化 不要出来丢神现眼 说的是任何神使用不了 不是任何力使用不了 你别忘了 我不仅是神 我还是力 滴血认主的神器 力是可以使用的 无限旋转范围 RM提到闪念 无限旋转范围技能 当潘力太高 我会陨落 开启无限层增速 我陨落了 陨落了吧 花曼雪瓶是我的了 我今天要带走花曼雪瓶 来了 老弟 我又复活了 想不到吧 不要尔玉 经验值满了 我升级了 我现在 10000载级了 不要尔玉骨骼 升级就是快 变身 落幕不忘学会数 无限旋转范围 阿僧祈祷闪念 什么 你可以重生 难道你会无限重生术 你竟然是不要耳鱼骨骼 你竟然会过目不忘学会数 你这小子 开挂了吧 你不是开个普通的挂 你是开了 无敌不允落挂 什么 你是龙族的 龙族我可惹不起 龙族月鸡打架 家常便饭 晚了 看样子 今天我带不走 花曼雪瓶了 精神别打了 别打了 花曼雪瓶送给你了 我会无限重生术 我是龙族的 易兽金龙立尊 是你师父 易兽金龙立尊 是我曾祖父 什么 你是师父的曾孙 你怎么不早说 早说的话 我不会打你的 哎呀 哎呀 你看着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应该打你的 大水冲了龙王庙 一家神不认的一家神 我师父平时对我非常好 我很小的时候 我爸妈就去世了 我是被师父养大的 师父是我的养父 在一宗 我都是叫易兽金龙立尊父亲的 我不早说 我是易兽金龙立尊的曾孙 是因为 我想找个立尊打架 没有立尊打架的日子 太无聊了 在星光宇宙神界 我已经无敌了 找不到神打架 没有神打架 太无聊 我如果一开始 就告诉你 我是易兽金龙立尊的曾孙 你一定不会打我 你不打我 就没有立尊 跟我打架 没有立尊打架的日子 太无聊了 你叫我曾祖父父亲 按辈分的话 那我应该 叫你酒夜花瓣爷爷了 我和你爷爷长生金龙神 是一辈的 按辈分的话 你可以叫我酒夜花瓣爷爷 酒夜花瓣爷孙 你好大胆 竟敢打我祖孙 你是想对祖父是吗 是吗 会完再去